各位媒體朋友 我們國軍昨天在金門進行任務的時候 有一輛戰車翻覆 我們的車長殉職 我們的駕駛弟兄受傷 對於這件事情 我們都感到非常不捨 我們殉職的弟兄父母 今天早上也已經趕往金門 我們除了表達愛道之意 也希望殉職的弟兄父母 家人能夠節哀 我們也請國防部務必一定要重有婦恤殉職的弟兄 所以我們受傷的弟兄 我們也會盡最大的努力來照顧他 讓他能夠盡早復原 對於這件意外的翻覆事件 我們也請國防部務必要查明原因 向社會大眾來說明 一個弟兄的殉職 對我們來說是非常不捨的事情 我也希望我們在這個時間 所有的弟兄姊妹全神關注在保衛國家的同時 不要受到這個意外事件的影響 搭起精神 保持士氣 我也希望我們圈體的國民 替我們的國軍繼續的持續的加油 我們事實上已經有企劃去採購新型的戰車 而且是最先進的戰車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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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國傘 非常順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